记者为景云桃园报道,桃园是卢竹区63岁独居的李姓男子,昨晚吃完安眠药后准备刷牙就请,突然药效发作,头韵失足撞到墙角,卧倒在血脖之中,附近邻居因听到救命声报案,经警方抵达现场协助送医,这回一命。 桃园是卢竹警分局表示,南韩索原警有邱尾陈彦凯昨晚巡逻时,接获勤务指挥中心派遣,称桃园是卢竹区6幅有市民疑似听到有人在呼喊救命及前往报案现场。 警方说,两名援警赶抵现场后,有警卫陪同上楼,果然听到其中一户传出救命声,赶紧拿备份钥匙进入,发现独居的李男导在厨房地上,因身体中风无法自行趴起,只能呼喊救命,所幸李男意识清醒,而纯艳派因靠李男突然失去意识,则持续与男子对话,直到救护车抵达。 救护人员表示,幸好警方及时赶到现场,否则让伤势持续流血,后果将不堪设想。